第二天晚上六点,叶茨准时上线,将已经集结的一团带进了机甲镇。 虽然二团已经通关了副本,一团的人也知道,这次是那个表现极为亮眼的女猎人来做指挥,可是却多少还有些排斥? 亲疏有别,这本就是人的本性,在他们对于叶茨疏远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。 叶茨也不在意,他只是负责带他们打穿副本,并没有和他们培养什么占有感情的打算。 论其指挥,叶茨也不算陌生,他曾经也指挥过团队。 只不过后来,由于个人的原因,连工会都没有了,那还会再指挥呢。 屈指一算,他也有很多年没有喊过卖来,所以一开始他还小紧张了一下,不过很快,状态就回来了。 叶茨的指挥风格是绝对不废话,要做的事情最多只说两次。 能不能打得过,全看配合。 所以,要想跟上他的指挥,除了要精神高度集中之外,还要要求整个团队的配合度很高。 一团因为熟悉了原来的指挥,那种事无巨细的指挥方式,一时间无法习惯叶茨的指挥。 再加上,他们本来就对叶茨有着抵触情绪,配合水准也大为下降。 在打精英卫士的时候,竟然大乱阵脚。 在他放一个大招的时候,居然直接倒了三个梯,四梯五梯跟不上,治疗失了准头。 DPS仇恨OT,不过几秒钟就死了一片人。 顿时,在团队里怨声载道,抱怨咒骂不绝于啊,恨不得直接弄死叶茨以泄他们的心头之恨。 就在这时,叶茨以超高的应对水平和操作技巧,直接拖住了精英卫士,极为风骚地在众人面前风筝死了精英卫士。 直到这个时候,心里存着愤愤不平的人,这才彻底服气了。 一个二十五人都要打好一伙的精英,居然就被一个猎人这么给弄死了。 说出去都要羞死人的。 好师集结,吃东西恢复,一群人没有再对叶茨窃窃私语。 刚才叶茨的举动,就像是一个响亮的耳光,直接扇在了天雪战阁一号精英团的团员脸上。 叶茨只是坐在一边的石头上,拍了拍老三的头,用一种毫无情感的淡漠目光,静静地望着众人。 等众人都恢复完了,叶茨也没有动。 一团的二十四个人,被他看得心里直发毛。 终于,有几个胆子大点的玩家问道, 智慧,还走不走? 叶茨那凛历的目光,立刻地转向了几个说话的人,弄得那几个人心里一惊,不再说话。 这个世界便是这样的,要想别人臣服你,光说漂亮话是没有用的。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,让对方知道你的强悍,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臣服于你。 我知道,你们觉得我没有资格指挥你们,不过,我的任务只是通关,打穿这个副本。 至于你们的情绪,不在我的考虑范围。 叶茨的声音,一声俱来就带着一种淡漠,在这样的气氛下,更是凉薄如水。 这话一出,有很多本来心里就存着不满的玩家,立刻跳了出来。 你以为你多了不起,什么都讲不清楚,什么都不提示,就想让我们通关副本。 你当我们是神仙啊? 叶茨望着那个玩家,弯了弯眼角,表情看起来微微有点柔和。 他站了起来,淡淡地说。 天血战队的精英团,居然换了指挥,就打不下去了。 这话,虽然轻如红毛,可是落下去却重如泰山。 所有的玩家,顿时满面通红。 其实打法,叶茨在开本之前,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 在过程中,该提醒的也都提醒过。 只是,他们都不习惯这么干净利落的指挥,只是他们心里就不愿意听叶茨的指挥。 所以发挥大大的失常。 这是谁都不愿意承认的事。 当然要把责任,全部推给叶茨这个外人的头上来。 转过身,不理会那些愤愤不平的叫嚣。 叶茨平静得到。 不想打的人就退团,要打的就继续。 立刻,他就听见了连续几声系统提示。 段五音花已经退出了您的团队。 只有一米四已经退出了您的团队。 奇异已经退出了您的团队。 等等。 等到系统提示音停下来之后,叶茨看了看人数。 走掉了不多不少,正好十个人。 现在,只剩下十五个人了。 剩下的人,要不就是对叶茨彻底服起来。 要不就是不甘心打了这么久放弃的人。 要不就是为了挣DKP的人。 主梯、副梯,全部走了。 主治疗倒是没有走。 不过,只剩下他和三治疗和四治疗。 BPS也走了几个。 七七八八算下来,战斗力基本上下降了百分之五十。 主治疗倒是个话不多的妹子。 装备不错,脾气也不错。 他本来也对叶茨颇有微词。 可是,当看见了叶茨的操作以后, 确定一定要跟着叶茨走完这个副本。 只要他不放弃的话。 不过,现在这个情况,他的心里也没有底了。 于是,他怯生生地问。 指挥,现在我们还继续吗? 叶茨看着这个叫做爱因的牧师,笑了笑。 走吧,我们继续。 说吧,他又在指挥频道里喊道。 水蒸汽,现在你是主梯,不要紧张,正常发挥就好。 治疗们,在不OT的情况下,保证水蒸汽的生命无忧。 其余的DPS,只管输出,不要怕OT。 这话说的,本来是3T的水蒸汽心筋肉跳。 他装备可没有主梯好,而且临场经验也不足。 现在只会这么一喊,他立刻手心冒汗。 只会,我怕我拉不住呀。 没事,我就只有要求一条。 所有的DPS只能打踢扛的怪。 这条要求,简直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。 这是作为DPS的最根本的要求。 不过,所有的DPS还是害怕呀。 指挥这是要报复他们吗? 是想灭团吗? 不过,按照副本里指挥最大的规则, 所有的DPS还是放开了输出。 不过,奇怪的是,没有人OT, 无论他们再报多少的伤害, 永远都不会超过T的仇恨。 于是,又DPS开始小声议论了。 真是奇怪了, 刚才主梯扛着的时候, 我都不敢这么输出, 一不小心就会OT。 怎么现在反倒不会OT了? 其实,这个答案很简单, 因为原来叶茨一直在滑水, 所以就没什么输出。 现在人走得多了, 让叶茨不得不开始打起精神好好输出。 这一输出, 他的伤害仇恨就立刻超过了所有的人。 不过,他每十秒一个误导射击, 将所有的仇恨都转给了坦克。 其他的人怎么可能会OT? 不光如此, 所有的DPS也都发现了。 前期一直处于中下出出的叶茨, DPS一下子超过了所有人, 而且增长得极快。 虽然这个副本里都是精英怪, 可是, 叶茨的每个攻击都能给怪的血条带来一大截的伤害。 看着实在是爽。 就这样, 就连剩下的十四个一团团员自己都不相信, 他们居然一次未挂地推进到了机甲镇的地方。 虽然速度比二十五个人的推进要慢一些, 不过, 安全度反倒提高了。 叶茨找到了NPC, 架好了炮架, 只留下了水蒸汽给自己递炮弹, 就吩咐其他人全部原地休息。 众人这个时候, 已经对叶茨相信到了极点, 就算他们曾经无数次在这里灭团, 可是现在, 他们也莫名地相信, 只要有公子幽崽, 这个变态的机甲镇也算不得什么。 虽然他只有只身一个人, 可是, 就是让人忍不住相信, 他们可以过去。 叶茨也的确没有让他们失望, 动作俐落地放箭引怪, 开炮轰炸, 这次比奥腾的成绩还要好, 居然两炮就已经摆平了所有的机甲, 全部过程不到三十秒, 十五个人便都获得了破坏狂的称号。 团队里几乎尖叫一片,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 这个困扰了一团那么多天的问题, 居然就这么简单的两下全部搞定。 叶茨自然是众人尖叫的焦点, 甚至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对着才从炮台下来的叶茨熊抱来。 这让生性凉薄的叶茨几乎招架不住他们的热情。 连连被几个男人女人抱过以后, 他的脸就忍不住红了起来, 连忙摆手, 要庆祝还早了点, 过了副本再庆祝吧。 众人连忙热情高涨的集结队伍, 朝着两座石塔挺进。 只要过了机甲镇, 这个实在是没什么难度。 只是最后在打机甲四十八号的时候, 由于MT的装备跟不上, 几次差点血见底。 还好, 爱因和剩下两个牧师不停地刷血, 让他在心惊肉跳中, 战战兢兢地扛过了这个副本。 在机甲四十八号倒下的那一瞬间, 就看见系统开始刷屏。 恭喜公子幽, 击杀机甲镇副本, 奖励黑石城声望一百点, 天赋点两点, 达成成就机甲镇五甲。 恭喜爱因, 击杀机甲镇副本, 奖励黑石城声望一百点, 天赋点一点, 达成成就机甲镇五甲。 恭喜水蒸气, 击杀机甲镇副本, 奖励黑石城声望一百点, 天赋点一点, 达成成就机甲镇五甲, 等等。 十四个人的表现, 跟二号团相差无几, 疯狂尖叫不止, 虽然他们没有拿到首杀, 不过, 因为最近这几天, 还是没有工会打穿这个副本, 他们顺利地拿到了五甲中的第二名, 这也同样让他们兴奋到了极点, 更何况, 他们只有十五个人, 可是比二团足足少了十个人。 面对团员的疯狂, 叶茨刚想脚底抹油, 溜到角落里躲着, 却被一群人抓住, 甚至将他抛上抛下, 弄得他才是心惊肉跳。 就在十五个人在副本里兴奋的时候, 退出副本的十个人, 在工会会议室里后悔不已, 特别是零号砒霜, 笑眯眯地望着他们说, 你们真没有耐心的时候, 他们真想找条地方钻下去。 一团通关的实时录像, 他们是看着的, 他们却没有想到, 剩下着十五个有些溃不成军的团队, 居然在经过了最初几个小怪的磨合期之后, 在叶茨的指挥下, 变得凌厉无比。 简直是, 叶茨直哪就打哪, 所向拼命。 特别是过机甲镇的时候, 更是让他们目瞪口呆, 心里对于叶茨的不满和不服, 全部化作了悔恨。 水月无伤, 看着铁血战哥又一次拿下五甲, 再看看只剩下血皮的机甲四十八号, 简直肉疼无比。 怎么又通关一个团? 就差那么一点, 机甲四十八号就被战天下放倒了。 他们也刷了系统, 不过远远没有铁血战哥那么引人注意了。 毕竟那可是连着两次五甲, 所有玩家的眼球已经被这个铁血战哥吸引住了。 这次的尸体是水蒸汽摸的, 他的手还不错, 虽然出的东西没有一团丰富, 不过也出了三本技能书和十一件装备。 不仅如此, 这些装备居然就好像为副本里的每个人设计的一样, 渐渐都用得上。 最后, 除了叶茨, 每人都能拿到一件装备, 或者一本技能书。 洁大欢喜。 出了副本, 叶茨马上就接到了千山邪阳的消息, 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, 还有奖励的事项。 不过, 叶茨还是只是要求换成DKP。 对于千山邪阳别的要求, 只字未提便下线了。 弄得千山邪阳, 心中越发对于挽留他, 势在必得。 无论在上一世, 还是在这一世, 铁血战哥都是一匹黑马。 只不过, 在上一世的时候, 这匹黑马是在游戏的中后期才出现的。 完全不像是这一世, 因为叶茨的加入, 他们的黑马知识在游戏才开始两三个月, 就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连着拿下两个无甲的团队, 一时间成为了论坛上最火热的焦点。 各种求攻略, 求视频的帖子, 在论坛上不绝于耳, 申请加入铁血战哥的帖子, 也是分治踏来。 不过是几天的功夫, 铁血战哥已经成为了整个东部大陆, 风头最近的工会了。 虽然叶茨在一团指挥的时候, 表现得可圈可点, 可是, 他那干净利落的指挥风格, 还是受到一些保守派老玩家的诟病。 只不过, 这些并不影响千山斜阳 对于叶茨的拉拢之心。 在铁血战哥这个 绝对军事化管理的工会里, 叶茨就成了唯一一个超级自由, 不受任何规矩约束的玩家。 他可以自由地打野团, 也可以自由地跟别的工会朋友附本。 一切, 只要他愿意, 统统可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